欢迎来到大圣小时 Hello Hello 空哥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 我叫大阿七啊 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 我跟了一位老师学艺 学了很多年了 哦 这样啊 学了多少年呢 哦 这样啊 都有十年了咯 哦 这样就发生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 后来我发现到 那个老师就浸我们咸鱼咯 什么意思他就浸咸鱼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拖完我们的时间 但是又没有按时 教我们科程里面的东西咯 哦 哇 这么严重 那你又怎么知道 科程里面的是没有教了呢 因为其他人都学艺学到大六级了 可以出师了 哦 你们的课程是分六级的啦 是啊是啊 那么 你现在学到第几级呢 哦 我们啊 我们一级都没到啊 哈 这么严重 十年了 一级都没到 是啊 这老师就跟我们说啊 你不准跟其他老师学啊 跟了我不会教你啊 为什么你们不找另一个老师学呢 就跟这个老师学呢 因为我们的老师说他的主意是最厉害的咯 还有就是不可以跟其他老师学咯 要学的话 就不要让他知道咯 哈 这么霸道的老师啊 那 你有没有跟他谈一谈呢 不敢啊 那个老师好恶的啊 他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的啦 我们要听完他话的啦 哇 现在什么年代啊 还有这样的事啊 在哈法大学 都毕业了啦 没办法啦 我们跟了十年 我们现在退出 我们什么都没了啦 哇 就不是这么想的啦 有些事 知道错了就当机立电 斩揽就斩揽啦 但是我都很怕啊 他是KL的贝多芬来的哦 那又怎么呢 他也是KL贝多芬 但是你不是的嘛 你要为你自己着想的嘛 你要找你的出路的嘛 你要学艺要学精的嘛 他跟我说 那老师跟我说 七招就够了哦 就够用了哦 你又没有搞错啊 你跟了十年 就学那七招啊 是啊 同行那些 其他学生 其他学的老师 跟同样的东西 五年就毕业了啦 你是否要想清楚呢 要不你就拉他出来 跟你老师谈一谈 要不你就离开 你自己想清楚啦 哦 这样啊 空哥 多谢你给我意见啦 记住要当机立断啦 哎呀 这个观众真是破破妈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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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